就是这样子,你看 这样子 关节的地方,你就注意关节的地方好了 关节的地方要有 要有弧 关节的地方要有弧 而不是这样子 看不懂 关节的地方要有 要有弧 这边的弧也是一样 关节往前开,就是要开 关节的地方 关节的地方在走的时候 关节的地方走,关节要有弧 什么叫弧 关节拉开也在走 关节也要走 我如果是这样子 关节就没有走 我如果手是这样回来 关节就没走 它没有开 你看,这个关节的运动 它就没有弧 它没有弧 你看,我这样的关节运动 这样关节运动 就有弧 你看不懂 它很小 可是虽然小 它是一个力量的方向 你手摸那边 你看,我这样子 这个关节运动方向 是一个方向吗 我这样子 你看,这个关节运动 是另外一个方向 是这样 它有一个圆弧了 它有一个圆弧了 像这样一样 很细细 很细维 手腕也是一样 我的手腕如果是这个样子 它就只是弯曲折 是不是 我的手腕这样子 你看,我手腕这样子 它是不是有一个弧了 这里的力量就有一个弧 它的力量方向是这个样子 它不是这样子 是远转 而不是折 或是折断 对 所以盘隆 你的直线变成曲线 是每一个关节 在运动的时候 那个关节的运动方式 是产生一个弧形的力量 而不是直接曲折 是 还是做成曲折 这么懂 所以 盘隆 你要做曲折 直线变曲线变螺旋线 这些都不会变 直的骨头都不会变 它是死的 它是死的 所以你要做曲线 要做螺旋线 你要走 你要变化 都在关节 所以你的关节 是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它就决定了 你的动作是什么 什么动作 什么力量 哦 这样不懂 所以我打力量 我的关节全部 死 死的 我的关节全部 我用力量 巴 我的关节是死的 那你只能 你只能 只能做 只能做这个动作 这样不懂 因为你 你把 你把关节锁住嘛 你要整条手臂 变成 变成一个棒子 嗯 嗯 不要懂 所以你能做什么 你说我做这个 我做这个 哦 那你的关节必须要走 弧 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我打 我打这样的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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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雁出群是阴阳嘛 阴阳嘛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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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 它是这个力 它是这个力 要不懂 所以 孤雁出群它不是这个力 它不是这个力 懂得吗 它是 一出了就 它是这个力 它是这个力 你要直线 变成曲线 曲线 是不是 哦 你要做螺旋 那你的关节 要会做螺旋 螺旋 你的关节 要能够做出这个 动作来 你才有螺旋 螺旋 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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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懂 所以我要你们注意关节 那关节怎么样 可以变成这样子 那你的肌肉 不要去限制它 还是太容易 你肌肉不要去限制 它动 有没有懂 如果一动 肌肉就用力 那你就限制到它了 所以动作 从关节上来 同样的 你们刚才练这个 推出 推出 我说手肘不要伸直 你们去体会 我不知道你们体会到没有 当你的手肘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力量在这边断掉了 它不能传 传递了 因为这个关节已经死了 拉不住了 它没有办法开了 你只有围弯 围弯你才可以撑开它 有体会到吗 你围弯才能撑开它 撑开它 关节的筋才会被拉 才会被拉 才会被拉起来 拉起来 力量才会过去 才会传递 是吧 所以当你抽回来的时候 刚才是谁问 你问的 那用剑锥抽吗 还是用什么抽 不是 都不是 当你的关节打开了 你的关节全部拉起来以后 你的力量要抽回来 当然是从关节抽 每个关节拉开的筋 从那个地方 把力量抽回来 要不懂 因为你极力往前伸的时候 你极力往前伸的时候 你应该是已经把关节打开 已经把筋都拉 拉起来了 所以我说你往前撑 要撑到底 什么叫撑到底 就是你把筋全部都拉 全部都拉开了 嗯 在那个拉开的情况下 你再把拉开的筋 那就是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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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地方嘛 把那个地方拉开的筋 里面的力量抽 抽抽抽抽回来 就是这样 这样 这样不懂 有有有有体会吧 酸 酸嘛 对啊 就跟你们讲酸 酸啊 酸啊 这样不懂 对 运动 人的肢体的变化 我讲过肢体的变化 运动都在关节 都在关节 都在关节 所以要保持到关节的活动度 跟力量 懂得吗 是关节的力量 不是肌肉的力量 关节的力量是什么力量 啊 啊 从从哪来嘛 对吧 关节的力量是轻 是轻的力量 要不懂 你试试看 重新体会一下 啊 撑 关节 打开 关节打开以后 打开 保持到打开 去感觉你那个拉 拉起来的筋 所以我说 你一定要到手指 你往前推 一定要到手指间来 你往前推 我问你 推到底没有 你说推到底了 推到底了 你手指上面怎么是这样 你手指怎么这样 那表示你那个也没推 推到底啊 所谓推到底是 你把筋都撑开了 你一定会到这个肩来 你的手指自然会有力量 起来了 那表示筋被拉 筋被 筋被拉开了 要不懂 你说我说推到底了 你的手是这个样子的 那怎么可能是推到底 那他没有推到底啊 要不懂 所以你一定要极力的推 极力的推 极力的推 到那个筋连结 一直到一直到你的手指尖来 不是你要去撑直 那个手指啊 是你推到极限的 那个筋把你的手指 撑起来了 那个叫做推到底了 不要问懂 在这种状态下 再把它抽抽 那个手肘又太直了 手肘还太直 还太直 稍微弯一点 不要那么多 稍微一点点就好 对了 好 去去试试看 有没有推 推到底还没推 对了 对了 对了